美滿、幸福、快樂的人生 沒有既定的樣子都是由人自己創造出來的 所以良好的心境是擁有這一切的基礎 佛光禪師門下弟子大志出外參學20年後歸來 正在法堂中向佛光禪師述說這次在外參學的見聞種種 佛光禪師總以勉勵的笑容傾聽著 最後大志就問了 師父,這20年來你一個人多好嗎? 佛光禪師說 好好,好好啊,講學、說法、著作、寫經 每日在法海裡繁遊 世界上沒有比這種更恩怨的生活 每日我忙得很快樂 大志關心地說 老師,你應該多休息一些時間啊 夜深了 佛光禪師對大志說 你休息了 有說話我們以後再慢慢聊吧 清神在夢中 大志隱隱就聽到佛光禪師禪房裡 傳出震震重經的目魚聲 日後,佛光禪師總是不厭其煩地對一批批來禮佛的信眾開示 講說佛法 一番禪堂不是批閱學爭心得報告就是已定信徒的教材 每日總有忙不完的事情 很不容易見到佛光禪師 剛剛跟信徒談話告一段落 大志爭取了這個空檔 搶著問佛光禪師 老師,分別這二十年來 你每日的生活仍然這麼忙碌 為什麼都不覺得你老呢? 佛光禪師就說了 我沒時間覺得老 沒時間覺得老 這句話後來一直在大志的耳邊響著 世間的事情總是很奇特的 有些人明明擁有很多財富 但仍然感覺不到幸福 有些人每日為生計而牢碌奔波 面上總是掛著微笑 這就是人的心態不同所致 所以如果你能夠改變自己的思想觀念 就會有不同的人生 人在福中不知福 有幾多人能夠珍惜現在? 古人有說 正確以後知水之可貴 病後以知健康之可貴 冰鮮以後知清平之可貴 失業以後知行業之可貴 凡一切幸福之事,君過去方知 幸福之事過後方知 除了徒增悔恨和罪益之外 於是何保? 我們為何不珍惜現在 果能一念之足 約束個人無止境的慾望 當下婆娑即是樂土 但這種境界 只有智慧高的人才能體會得到 人之所以快樂、幸福 不是因為得到的多 而是因為計較的少 抛下本身不應該屬於你的煩惱 執起本應該屬於你的快樂 幸福人生